第三十届金曲獎 年度歌曲獎 年度專輯獎 最佳新人獎 最佳國語女歌手獎 最佳國語專輯獎 最佳國語男歌手獎 得獎的是 金曲三十圓滿落幕 即將還樂 即將抽 現在就要來帶大家 回顧他們得獎的瞬間 這個應該是你今天的第一個獎 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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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太棒了 我愛你 媽 我愛你 爸爸 我愛你們 要不要慶一下媽媽 得獎的是 林毅蓮 得獎的是 利爾王 以充滿態度的方式 幽默唱出了年輕人的日常 我覺得能夠生在台灣 是一件非常幸運 也非常幸福的事情 身為一個創作者 一直以來 我都是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讓我們歡迎孩子的媽 蔡依林 放一下 快點 再給他放一下 快點 再給他放一下 非常謝謝我的緋聞網友阿欣 西遊記 直覺 自由地玩即興音樂 我真的剛剛在放空 因為 絕對沒有想到的是我 這樣專輯 對 我聽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去年 常常在聽 恭喜你 是 是一張我覺得 歷年來我花最多心思 去瞭解我自己的一張專輯 恭喜上得獎者 說到台上得獎幹言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 絕對是新人獎OZ的這一Part 媽媽的驚喜現身 在後台的OZ也坦言 我有嚇到 我完全有嚇到 我以為 其實剛才突然有 旁邊有個聲音的時候 我以為說 90秒了 音樂已經開始了 那我要趕快做個結束 結果是我媽媽的聲音跑出來 我說 喂 這是我媽媽 對啊 對 不會 但是至少她幫我講了一些話 所以我自己也 情緒比較有辦法平靜一下 對 同樣是入圍多項的愛意亮 只抱回最佳作曲人的觸感 卻意外很滿足的原因是 是 我旁邊坐的是酒令姐 所以我已經覺得很開心了 對 對 她是走嗎 她剛剛是那一趟 然後她那個時候 剛好她在換裝 所以我就沒有 但是我就是開場表演的時候 我有摸到她的那個手臂好滑喔 對 摸到酒令的手之外 覺得手很滑之外 妳還有做了什麼 我有跟她大告白啊 對 對 因為我真的 我太喜歡她 她最後那一段表演 我就 她就 她就恭喜我 因為酒令姐做我的隔壁的隔壁 對 然後她就恭喜我說 哇 這一次得獎了 就是作曲人的獎項 然後我就說 她就說 要請我幫她寫歌 這是我的榮耀 對 對 答應了吧 沒有 但是我就說 那妳把中間一格 就是因為她一定有很多 舞蹈員在隔壁裡面 我說妳把中間一格讓給我 我就寫歌給妳 妳要跑去 對 妳要跑去 妳要跑去 那時候在我旁邊 對不對 我們在酒令表演的時候 我就跟音樂說 天啊 我好想跳 對 我是不是好想上去 把一個格子 就是那個人擠下去 然後我自己在那邊這樣 對 然後酒令姐可能也當下不好說 就說 好… 烈王打敗重低 躲下歌王 卻被網友稱爆冷門 面對這樣的評語 她則淡定表示 畢竟我還是得了帥氣的發言 果真是做自己啊 而後台被問最希望哪位女歌手 能拿下歌後 這回答 笑編都要替她冒冷汗了 我希望孫勝奇 我覺得她很棒 所以蔡依林不行嗎 蔡依林對我來講是這個 就是上個世代 超級大女星 那麼 所以高潘不及高潘嗎 不要挖洞了 還有洞要挖嗎 還有洞要挖嗎 上個世代要命 OK 真的是太要命了 專輯大獎 最佳國語專輯 則是由四遊記拿下 蔡依林在台上準備感言小紙跳 背後的原因竟然是 我很怕就是台上講話的時候 沒情感 然後我如果唸得太乾乾的 然後我如果沒有哭啊什麼的 我都又去想 然後後來發現 我其實站在那個舞台上 得獎這件事情 真的忍不住會叫出來 所以我叫了不止一次 耶 我都覺得大家會覺得我吵 然後我還繼續叫這樣子 忍不住 最後榮仲介紹 接下來要為大家獻上上個世代的酒令 喂不是啦 是金曲最大贏家 你哭耶 會不會有何人 金曲獎實在是 又愛又坑 就是很多歌比較大聲 包圍年度歌曲和年度專輯的 他入圍七項卻只拿下兩項 這也讓酒令直說 是心中有一點可惜 因為我真的真的很希望 MV可以得獎 非常非常希望 然後他又是第一個 煩惱 然後換雨而歸 還是有一點覺得 對 我們運氣還不夠強的感覺 粉絲麥肯定也幫酒令覺得可惜吧 沒關係 獎項上得不到安慰 至少從緋文網友阿興手中拿獎 還有那一個甜蜜的抱抱 已滿足大家的心啊 剛剛從緋文男友的那個 緋文網友的手中接下獎 心中怎麼樣 覺得他好像 為什麼 還是很謝謝他 在那個 在我的作品當中 給我很大的力量 我剛剛也特別謝謝他 就傳簡訊謝謝他 讓每位少年更有 更有意義 因為他現在好像每次都會 在你的文底下留言 你覺得他很糾纏 因為有時候我還真看不懂他流程的意思 就是 對 他那個符號是外星文 就是可能要解讀一下 我覺得是他非常的關心 關心我的狀態 我覺得被哥哥撞的也感覺很好 這個哥哥什麼時候才可以變真情人呢 八大採訪組才好報道